本事旅游度假酒店发生一起命案 一个身穿睡衣的女人 浑身是解从电梯冲出来后 竟直愣愣地倒在了地上 张帆接到报案 立刻带人赶了过去 此时先来到现场的急救人员 发现受伤女子还有呼吸 便急忙将她送去了医院 张帆得知情况后 本想调查酒店监控 可不巧的是 监控昨天坏了还没修好 无奈警员便对酒店进行了检查 心心的张帆在电梯口发现了两滴血液 应该是受伤女子留下的 张帆和周平立刻乘坐电梯 上去一层一层查看 最终在六楼的地毯上 又发现了一长串血迹 两人顺着血迹走到尽头 却看见了一扇半眼的房门 推开一看 里面乱糟糟的 张帆两人小心翼翼进去 没想到 转眼睛看到一个男人 无声无息地躺在地上 而之后周平进了礼物 却看见满床都是散落的红钞 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受伤女子应该就是从这间房跑出去的 为了尽快破案 周平立刻对男性死者进行了事件 发现她胸口有一处圆形伤口 看起来应该是被枪杀的 警方随后查询了这间房的入住信息 确定男性死者名叫苏荣 而受伤女子名叫孙杰 据前代称 他们两人是昨晚入住的 来的时候 孙杰看起来非常高兴 手里还紧紧抱着一个黑色的包 张帆手上 就拿着一个从孙号房间找到的黑色包 看来应该就是这个 回到警局后 警方又对两位受害者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得知死者苏荣是一位从内蒙来的小伙子 目前在本地已经取得了赞助证 而受伤的孙杰也是外地来的打姑妹 表面看来 这两人都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可又是谁会对他们下手呢 就在这时 周平这被尸检又有了新的发现 死者苏荣胸前的伤口里 竟发现了大量黑色粉末 经过检查确定 是一些木材材料以及金属粉 苏荣是被枪杀的 这样才是制作成的子弹 除非是在非常近的距离 才会致人死亡 否则根本不会造成这样的伤口 两人都很疑惑 而更令人奇怪的是 之后周平还在苏荣身上 发现了一些伤痕 看起来像是与人打架导致的 但一个大小伙子 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旧伤呢 为了更加了解 周平随后用的尸体 进行了X光透视检查 发现手腕处有一些旧伤 与一般的肌肉骨伤不同 像是强压力下造成的 而且关节处还有很多磨损 这都不是一般的打架能造成的 因此张帆有了一个猜测 苏荣会不会是练武术的 所以才有这么多旧伤 这倒是一种合理的猜测 但真相到底是什么 他们这种门外汉也搞不清楚 于是张帆两人 便去请教了警局的武术教练林玲 林玲一看照片就肯定 这绝对不是练武造成的 而是跳街舞 这种舞蹈有很多地板动作 以及扭转动作 也因此苏荣身上 才会有强压力上痕 得到这个消息后 周平很快便根据线索 找到了一家介舞社 一个女老师正带着一群学生上课 看到他们过来 便赶紧问他们 是不是想要上课 周平直接将苏荣的照片拿了出来 女老师一看便称 这人是他们这里的兼职老师 因为他们介舞社 师资力量比较健确 所以苏荣偶尔会过来上几节课 有时候是自己过来 有时候会带着女友孙杰一起过来 听了这话 周平才明白 原来孙杰和苏荣是情侣关系 之后周平又询问了苏荣的人际关系 女老师称 苏荣人比较好 所以基本没有和别人产生矛盾 但说到这里 女老师突然想起来 前几天有位家长过来 与苏荣大吵了一架 原因是这个家长觉得 苏荣教他儿子舞蹈 是在带坏他儿子 走前这个家长还特别愤怒 声称一定会找他算账 这样看来 这个家长倒是很有嫌疑 警员少杰询问了这个家长的信息后 便和周平一起找了过去 当他得知是来询问之前与苏荣的矛盾时 这个家长瞬间怒了 他称下次见到苏荣 一定要揍他一顿 看他的样子 难不成是他下的手 可当周平询问他时 他却一脸懵 称自己其实就是方方狠话 吓唬吓唬人 就他这怂样 怎么可能真去动手啊 他怂里怂气的样子 倒不像是装的 于是周平便将苏荣遇害的消息 告诉了他 男人听到瞬间慌了 称这事绝对不是自己干的 昨晚他可是和隔壁的王大爷 下了一晚上的急 哪有时间去干坏事啊 听了他的话 周平两人随后便进行了求证 事实证明 这个难缠的家长果真没有说谎 于是便暂时排除了他的嫌疑 案件到了这里 便陷入了僵局 之后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警员们再次在案发现场 进行了勘查 王大在房间里 找到了一个黑色面罩 经过检查 还从上面提取到了一根头发 此外还从现场碎裂的花瓶上 发现了一个陌生指纹 指纹是谁的 现在还无法得知 而就在这时 张帆突然接到看护孙杰的护士电话 车有一个自称孙杰朋友的男孩 来看孙杰 但护士觉得有些奇怪 那个男孩看起来有些紧张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张帆得知这个消息后 便立刻去了病房 经过询问得知 这个男孩名叫吴小伦 是苏荣的好朋友 出事那天 他和和苏荣一起参加了街舞大赛 苏荣一举得了冠军 拿到了五万元的奖金 后来苏荣就和孙杰去庆祝了 因此之后的事 他也不清楚 不过在街舞比赛的时候 苏荣曾和一个叫康斌的男孩 发生过矛盾 那是比赛结束颁奖的时候了 苏荣拿了冠军 康斌拿了亚军 但康斌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因此在苏荣去后台换衣服的时候 康斌也跟了过去 两人在后台大打出手 之后还是他们一群人上去拉架 才将苏荣和康斌分开 康斌走的时候非常愤怒 对着苏荣称 这事没完 这样看来 这个康斌倒是很有嫌疑 从吴小伦这里得知 于是周平等人立刻去了酒吧调查 警察刚进去 一个年轻男孩看见他们就跑 这人绝对有问题 警员们赶紧对他进行追捕 好在张帆提前在后门等着 直接堵到了男孩 一看长相 诸人便确定 这人就是康斌 他还以为警方是为了和苏荣打架的事而来 上来便称 这个苏荣就是该打 街舞比赛之前 苏荣偷看了他的动作 在比赛时 因为表演名字在前 直接用偷看的动作 获得了评委的青睐 这本是属于他的冠军 他能不生气吗 所以就和苏荣打了一架 至于那些威胁的话 就仅仅只是威胁而已 他可没那个胆子看坏事 而且区区一个冠军 也不值得他为此 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 康斌说的倒是很认真 可之前试检时 周平还在苏荣的脖子上 发现了网状的印痕 与他手上的护腕形状一致 这又怎么解释呢 康斌慌忙称 打架的时候 他曾用手腕 从后面勒过苏荣的脖子 肯定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虽然康斌的解释还算合理 但他还是很有嫌疑 于是警员便决定 将他带回警局 进行指纹和DNA的检测匹配 但结果还没出来 王丹这边却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苏荣所种的子弹 很有可能是个空包弹 之前周平曾在苏荣的伤口里 发现了一种黑色粉末物质 当时大家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子弹上 但后来想了想 便对这种黑色物质进行了检测 发现这种物质 就是全脚空包弹的制作材料 所以这样看来 苏荣其实是被空包弹打死的 张芳很震惊 而此时技术科这边的指纹检测 也出来了 康斌的指纹和苏荣遇害现场 所提取到的指纹完全不符 根据这个线索 警方已经能够肯定 康斌并没有做案的可能 那这样一来 案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到底是谁能用空包弹去杀人呢 想到这里 众人瞬间想起了拍电影的剧组 一般剧组为了拍戏 都会制作道具枪 里面装的就是空包弹 凶手的空包弹会不会就是从那里来的呢 张芳立刻去找到 本市最近有拍枪战戏的剧组 经过询问得知 管烟火和枪支弹药的是一个名叫老辉的男人 他手下有一个小伙 名叫沈阳 是专门管理枪师的 张芳这次来 其实是想具体了解一下 空包弹的性能和杀伤力 而老辉得知警方目前在调查一起凶杀案时 便赶紧让沈阳去将东西拿过来 他称剧组的这些东西 全都是在公安局有备案的 一般发给谁 用完都会赶紧让还回来 看来他们还挺负责任的 之后周平两人便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检查 同时还询问了老辉两人 空包弹的封口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 没想到沈阳一脸懵 称自己只负责管理 其余什么都不懂 见此老辉赶紧解释 称这些空包弹封口 一般都是用木材和金属粉制作的 这岂不是和之前在苏蓉伤口 发现的材质一模一样 这个发现再一次确定 苏蓉就是被空毛弹打死的 而听到老辉解释的沈阳也赶紧附和 称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杀伤力的 根本打不死人 没想到老辉却否定了他的话 称虽说空包弹很难打死人 但那只是在距离远的情况下 如果紧贴着身体还是非常危险的 网南注意到沈阳听到这话的神情 显得有些紧张和无措 看来他一定有问题 于是之后张帆等人便将沈阳带回了警局 审讯室里面对警方的审问 沈阳非常紧张 还没问两句 他们全都交代了 称这道具枪其实是苏荣借走的 大概是他们开始拍戏之前 苏荣死皮赖脸说 想要借一支道具枪 用来做戒舞比赛的道具 说是最后一个亮相的动作 要开一枪 他本来不愿意的 可苏荣毕竟是他的好朋友 都那么求他了 他也不好拒绝 于是最后苏荣给了他500块 就拿走了一支道具枪 本来两人说好了 用完就还回来 可在最后没等到道具枪 却得到了苏荣遇害的消息 他被吓了一跳 这几天也是心情胆战的 他终于松了口气 说到这里 沈阳肉眼可见的放松了下来 此时另一个房间里 正在对沈阳进行测谎监测的女警 通过遗迹 也确定了沈阳并没有说谎 可得到这个消息的众人 却觉得很奇怪 杀害苏荣的道具枪 竟是苏荣自己借的 这是怎么回事 苏荣告诉沈阳 他借枪是为了借舞比赛 但借舞比赛的最后 苏荣并没有用这个动作 所以可以肯定 他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去借枪的 而奇怪的是 他本人借的枪 怎么最后却用在了他的身上呢 并且那个凶器 到现在警方都没有找到 是否是被凶手拿走了呢 线索太少 这些问题还无法找到答案 而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警员却突然从苏荣的好友 吴小伦这里 得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 苏荣很有可能 是遭遇了抢劫杀人 因为一个月前 苏荣参加另外一场借舞比赛 同样获得了冠军 并且还获得了一万元奖金 但不幸的是 当晚苏荣和孙杰 后来听说他们去报警了 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他也不清楚 所以在他看来 是不是因为苏荣拿到了五万元奖金 所以又被歹徒给盯上了 得到这一线走后 警方也怀疑这次案件和抢劫有关 于是便赶紧去调查了 苏荣上次被抢事件 从当时办案的民警那里得知 其实他们已经找到了五位嫌疑人 其中有一个嫌疑最大的 名叫赵宇 警方非常怀疑这个人 于是便让苏荣进行了指认 可不知道为什么 苏荣到最后也没有指认出来 无奈只能将那五个人都放了 不过警方并没有就此作罢 之后又对赵宇进行了仔细的调查 最终在他住处发现了一部分赃款 警方再次将他抓获 但让苏荣指认时 却又遭到了否认 无奈警方最后还是将赵宇给放了 众人都很奇怪 这个苏荣也太怂了吧 钱都被抢了 怎么还不敢指认劫匪啊 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张帆随后便派少杰 去找赵宇了解情况 据了解 赵宇目前在一个工地干活 可少杰去了工地却得知 赵宇前几天领完工资就走了 去了哪里他也不清楚 少杰立刻将消息告诉张帆 而张帆得知后 便直接将赵宇的信息 派发给各个派出所 希望尽快找到赵宇 而很快民警这边 就有了赵宇的消息 警员立即带人赶了过去 发现他竟然参与了赌博 于是立刻将他带回了警局 面对审问 赵宇却表现得非常嚣张 称自己是一个 孙进守法的好公民 凭什么抓他 见他如此嘴硬 警员便将苏荣的死讯告诉了他 但没想到赵宇却丝毫不慌 称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赵宇怎么都不肯承认 警方也没有任何证据 因此最终只能以赌博罪 将赵宇给拘留了起来 之后警方为了找到更多线索 再次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查 没想到竟在酒店走廊的垃圾桶里 找到了一个黑色面罩 王丹立刻进行了检测 竟从上面发现了一些血迹 随后又与赵宇的进行对比 却发现两者DNA并不匹配 并且赵宇的指纹 与案发现场找到的指纹不一致 这样看来 赵宇确实与这起案件没有关系 调查到这里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而就在这时 医院突然传来消息 孙杰竟然醒了 周平立刻赶了过去 本想让孙杰指认凶手 但遗憾的是 孙杰因为五级脑震荡 醒来后竟然将案发荡晚的情况 全都给忘记了 周平很无奈 可在这时 王丹突然查到案发现场 那枚指纹的主人了 从初入境那里得知 指纹的主人是吴小伦 这个结果令人震惊 警方也立刻对吴小伦进行抓捕 但去了他家却发现 吴小伦并不在家 警方随后便在本市进行了排查 而与此同时 警员也对吴小伦家中进行了检查 竟在鞋柜的一双粉色拖鞋里 发现了一把道具枪 带回警局后 王丹立刻对玩具枪进行检测 果然在上面发现了一枚指纹 完全一致 这下吴小伦绝对是逃不了了 此时警员们也在火车站 逮到了准备坐车逃跑的吴小伦 警方立即将他带回警局 审讯室里 当吴小伦看到所有指向他的证据后 瞬间泄了气 他啃咽着称 其实苏荣是他最好的兄弟 造成这个结果 他也实在没想到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月前的那集抢劫案 当时劫匪拿着刀 拉着孙杰 威胁苏荣给钱 其实钱在孙杰那里 为了避免一场灾祸 劫匪竟然打起了孙杰的主意 当着苏荣的面 对孙杰伸出了贤猪手 而苏荣因为劫匪拿着刀 并没有敢去救孙杰 时候苏荣每每想到这件事 就羞愧不已 而从那以后 孙杰也经常和苏荣吵架 每次都会骂他胆小鬼 苏荣本来就心酸愧疚 次数多了 自己实在受不了了 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 苏荣安排了一场抢劫戏 街舞比赛当天 苏荣如果拿到冠军 就会和孙杰去酒店庆祝 到时候只要他伪装成劫匪 冲进房间给苏荣一枪 而苏荣为了保护孙杰受伤 那就肯定会重新赢得孙杰的爱 刚开始他并不同意 要是出事了 他怎么担得起 可苏荣不听 还称自己已经试过了 这种倒进枪绝对不会出事 要是他不愿意帮忙 孙杰肯定会离开 那时候他也不想活了 苏荣都这样说了 他不同意帮忙 岂不是眼睁睁看着苏荣死 无奈最终他还是同意了 但没想到 那天晚上真的发生了意外 他冲进房间 朝苏荣开了一枪 苏荣瞬间倒在了地上 他被吓了一跳 而孙杰反应过来后 便哭着向着冲了过来 两人搏斗期间 孙杰竟将他的面罩给摘了下来 警觉之下 他只能随手拿起花瓶 向孙杰砸去 孙杰倒下了 他也快被吓尿了 于是只能夺门而逃 事已至此 吴小伦后悔不已 当初苏荣明明告诉他 道具枪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会造成现在这个局面呢 得知这一切的众人 心中也感觉十分慌荡 事件的起源 竟是因为这个 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而孙杰得知后 非常震惊 当时他骂苏荣的那些话 真的只是气话 他那么爱苏荣 怎么会离开他呢 说到这里 孙杰痛苦不已 案件到了这里 算是成功侦破 如果当初苏荣 不那么钻牛角尖 而孙杰能不说那些伤人的话 根本不会有这个结果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 在和他人相处时 一定要谨记 甚言甚意 不要说一些伤人的话 去发泄自己的怒气 要选择更好的方式 去解决矛盾